3月去日本玩什么 随着冬天即将结束 而村林大地的日子也逐渐接近 此时日本旅游业也准备好开始迎接春季旅游活动了 春天虽然降临 但是在日本仍有很多地方依然下着春雪 主要是在日本中部以北的地区 这时梅花仍然继续绽放着 3月份举国庆祝色彩缤纷的女儿节 而樱花也开始在东京和其他更温暖的地方绽放着 这也象征春神即将降临 春天是赏鹰的季节 3月份也正是日本旅游旺季的开始 这时不妨可以安排一趟日本的赏鹰之旅 滑雪已接近尾声 虽然天气比起1、2月份要温暖许多 但气温仍可能会骤降 所以在大部分的度假村还是可以滑雪与赏雪 而悠闲的泡汤行程依然是广受欢迎的活动 对于喜欢滑雪的人而言 3月份已经是接近滑雪的尾声了 春季滑雪的好处是气温比较高 天气也比较温暖些 而且人潮比冬季要少 虽然高纬度地区可能还会降雪 但是降雨的几率会更高 然而在日本某些滑雪盛地 这个期间还是有各种冬季运动在热闹的进行者 这段期间主要滑雪的度假村有 新雪谷及智鹤高原等等 通常会一直开放到5月初 不过雪的品质已经开始下降 女儿节盛典 对日本人来说 3月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就是3月3日的女儿节了 这是一个祈求女孩平安健康的长大 未来能够幸福美满的日子 大部分日本人会在家中庆祝女儿节 但这个节日一般旅客则无缘参与 然而在当天 日本各地会有部分的神社 庙宇举办女儿节庆典 并且开放一般民众可以参加 虽然各地庆祝女儿节的方式有些不一样 不过大部分家庭都会摆设美丽的 女儿节娃娃和桃花来做装饰 全家也会一起享用 寿司 蛤蜊汤 厨山等带有极力含义的料理来过节 而女儿节的由来是如何开始的呢 女儿节又称为厨祭 厨是孤厨的厨 祭是祭典的祭 据说该节日最早是受中国唐朝时期 在3月3日送恶船和取水流伤 驱邪除恶的上世节风俗所影响 过去人们会用纸做成人的形状 象征将自己身体的邪气 转移到纸人偶上 并放入河中水水流一起流走 认为借此能带走一年的厄运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 近代日本家庭 则将早期用纸扎或稻草制成 且工序简单的女儿节娃娃 放到河中的这种方式 改成做工精致的娃娃 并摆设在家中当作装饰 不过日本某些地区 仍然保留着传统习俗 在女儿节当天将人形娃娃 放入河中飘走 以祈求孩子们平安健康的长大 而这种人形娃娃 日本称作除人形 在当天还会饮桃花酒 艾草年糕等食品 在京都的夏鸦神社 有除人偶放流活动 只要花一点钱 就可以参加这个传统习俗 除此之外 宝镜寺会在三月的某几日 向大众开放室内丰富的 女儿节人偶收藏 赏霉 日本赏霉 虽然不像赏鹰那样盛大 但是在日本依然受到民众的欢迎 通常梅花花季在每年二月份开始 依不同地方的气候 赏霉可以一直持续到三月底 池城县著名的邪乐园的赏霉 开放时间为一月中旬到四月上旬 而其赋县的梅林公园 同样也可以观赏霉宿 赏鹰 日本赏鹰可是旅游界的盛世 每年三月开始 日本天气变暖 各地的樱花季也逐渐开始 通常在三月底左右 东京的樱花一定会盛开 其他的大城市如京都 大阪 明古屋和福岗等地 其樱花盛开的时间 也差不多都在这个时刻 虽然每个地点的樱花盛开的时间都不长 但是日本全国各地的开花期间 从三月起一直延续到五月上旬 三月份开始就是日本的旅游旺季 受到赏鹰风潮的带动 这个月去日本就陆陆续续会看到人潮涌向日本 当然这段期间的机票及住宿费用可想而知 也会不便宜 但是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那么也值回票价了 所以三月份去日本玩什么呢 除了赏鹰 赏眉 女儿节外 还可以看到即将结束的雪季 所以喜欢滑雪的朋友 趁这个时候做最后一次的滑雪之旅 也是不错的 好 今天三月份去日本玩什么 就介绍到这边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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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